什么?双唇干燥脱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打造水嫩双唇的吧 首先呢,就用毛巾沾湿温水,敷在嘴唇上大概一分钟左右 这个方式除了有清洁的效果以外,还可以帮助软化唇部的角质 其实没有规定要敷多长时间,觉得差不多了呢,就可以把毛巾拿下来了 用毛巾敷完了之后呢,我会沾湿一些温水,用指腹拍在双唇上 这样子呢,等一会儿去角质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这么利的感觉 那去角质呢,我这里用的是Hanukah的唇部去角质啾啾霜 挖取一些去角质霜,再指腹推匀它,然后用无名指打圈圈的方式在双唇做按摩 我们的唇部和眼部呢,肌肤都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需要用无名指比较轻柔的一个指腹呢,去做按摩 这样子呢,确保不会用力过度 说点题外话,其实我用了这一款唇部去角质之后呢 我会喜欢它多过Lush的那一款 因为各个方面做对比的话呢,它的性价比都比Lush的那一款要高 并且香味呢,说实话我更喜欢这一款多一些哦 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我在按摩唇部以外,就是唇周的部分 千万不要漏掉这个部分哦,因为唇部去角质不单只是去嘴唇上的角质 还有唇周,去角质的时候呢,像这些小细节呢,都最好要注意到 否则的话呢,会经常发现,哎,为什么肤色会不均匀呢 嘴唇周围为什么会黑黑的呢 那就是因为角质曾过厚 那去完角质之后呢,就用温水沾湿毛巾把它擦干净 这里呢,我吃到两颗去角质霜 它里面其实是一些糖啦,就是吃到的话呢,也没有关系 甜甜的,把去角质霜擦拭干净之后呢,就到了唇膜的部分了 那今天呢,同样我也是用了哈纳卡的小心机啾啾水唇膜 这款唇膜真的很特别哦,它是一块透明状的唇膜 然后是一个唇部的形状,非常可爱 我用的这一款呢,是蜜桃的香味,它有三种味道 敷的时候还有阵阵的蜜桃香飘上来,感觉好棒哦 那敷的话呢,大概是敷10到15分钟吧 在敷唇膜的过程中呢,切记就不要打电话咯,因为没有办法说话呢 10分钟过后呢,可以把唇膜撕下来了 因为这个唇膜呢,是果冻状,它不会有湿湿答答的感觉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那现在呢,我会用指腹做一个轻拍的动作 让它彻底的吸收 之后呢,我会敷上Bite Beauty家的唇膜 这个唇膜呢,其实我是当护唇膏来用 就是晚间的护唇膏 因为它的滋润度相当的高,非常黏 所以不太适合白天使用 但晚上用呢,就一级棒 简单的几个步骤就可以让双唇变得水水嫩嫩的 即使是擦雾面的唇膏呢,也完全没有问题哦 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在下面点赞哦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欢迎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谢谢大家观看,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